哎呦 到毕州了 毕业 光真大 光真大 太大了 还有三公里 我已经没看到中楼了吗 喂 毕州而来 两公里 人民商场 这边应该是比较热闹的一个店 新华书店 人民商场 又是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 哎呀 这老城区 看 看起来就有老城区 我都走了好多县了 这一看 看起来就喜欢这种感觉 但老城区也挺干净的 风好大 我们右边 前面人民路 南京银行 不想掉我头呢 我们走着人民路 水电工挺多的这边 秘州还蛮干净的 虽然冬天落叶 还挺干净的 特别老城区啊 出发 现在四点多了 四点半 五点钟日落 我怎么老是秘州呢 秘州 今天我住那个宾馆 那个老板给我免费 免费 就为老城区啊 这是以前的市中心 这个建设银行的楼还挺 挺 挺气派的 你看 有没有皮肉的火鸡 看我视频啊 把江苏上打通关 虽然很多江苏人 也不认 不是因为自己是江苏人 我以前啊 去别的省内 我都会说 许州地区 延城地区 连云港地区 这么说 我来江苏一点都不敢说 怕M-R 怕影响我旅途的心情 虽然我M-R流量会更好 然后就在我的视频停留就多 但是 人真诚最重要 真诚最重要 总有人会理解我的 总有人会理解我的 你之前会给我答案 有没有一个火车站 能打个卡好吧 看看那火车站什么样的 人生啊 就这一次吧 西州 新移 发展都不错 逛一逛 哎 没有了 火车站呢 火车站呢 在那里面啊 是吗 拆掉了 不是吧 啊 拆掉了 我躲错了吗 导航屋倒到这边 没有了 至少我知道了 我们还没来到这个地方 那我去杠了 果然我总是飙了 上次我的三脚架又摔过一次 这不还好 是汽车站 老汽车站 哇 这个光 这个光不错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拍车 大家能看得见 逛逛这老城区啊 是以前最热闹的地方 我刚刚看大家留言说了 明明我们每次 到一个地方 都会看到 都会发一个短视频 讲我来了 大家推验什么好吃的东西 然后很多人 就是很多 皮州人就推验了 好吃的东西 我为了这次的 海域江苏 特意的 考了驾照 特意的上了黄牌 特意找了表跑选 往这边走 我相信这个地方 很多皮州人 都比较熟悉 我感觉皮尔 这边还是很热闹的 我昨天在 我昨天随您 不认了 这都老烧厂 这都老烧厂 这里面的医院 估计很多人在这厨房 爱着大家逛家乡 可以不关注我 但是你要骑到腾腻的 或者是 骑个电动车 逛过你家乡 这就是你东西 就是你东西 我都纳闷了 我让这脑都纳闷了 感觉皮尔还挺大的 人民广场 他还不能进去 进去摩托 进去摩托车 你看 我让他上去了 他不让我上 回去了 两个火车站都去不了 太惨了 小鸡们 闯闯闯闯 饿了 冷了 闯闯闯 闯闯闯 马上吃这家大饱子 饱子肉 饱子肉 感觉这条街让人吃得多 这什么街啊 cents 闭闯 欢迎品尝 市中 厢口 像朴鲜包 马上 手机开吧 吃了早饭 我昨天就在这个美姐大包子这里吃的 我在人民广场附近 我昨天在这个 这边有油电局打的卡 今天早上有点冷啊 就是说冷吧 总之就是今天早上刚出来嘛 开了一夜的空调 身上躺汗走几步路躺汗 然后感觉有点冷 今天最高气温12摄氏度 13摄氏度 冲冲冲 大雨压拉面有想吃 我告诉你我最初特别喜欢吃拉面 我一个人也没办法吃大菜你知道吗 这蛙鱼面皮太凉了 我今天骑车又很冷 其实我还吃过 你知道吗 我吃过肖线的 我夏天喜欢吃 如果夏天来的话 如果我能在江苏省火了的话 我再来一次 我再玩一次想火 找个夏天来 又到这个建设银行了 汽车站 火车站是不是拆掉了 走你走过的路 吹你吹过的风 就相当于我们在相遇 相当于我们相遇了 这就是我的人生 现在是上午8点零六分 千年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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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路小区 岳沿河小区 岳河小区 岳河小区 这个挺大的 肉还挺多的 食餐 尝尝 嗯 不错 还不错 好吃 大碗小碗都吃 嗯 好吃 好吃